在日禮拜宿章裡面 是順爛的林寬律師 湯渡長的古處 現在台南市的文書處 關於說不想跟他定錄做紀念建築 有哪兒引起這個台南文化改的志願 現在這個文化保釋 認為說 台南市政府對著 發燃的解釋有不對 建議要定心生意 日禮拜的受害者 林寬律師統帝中 位於台南 由外界的老廚 到現在還不留作律師 古時期的辦公桌 已經沒有先看過的 日本社的房間 他這個地點 去年民間團體 適合做提報 盼望定律的文化祝賞 新議院議員率認為這個老廚 沒有在屬建築的身份 也能處於沒辦法定義紀念的建築 文化改是一片花蘭 面對這個情義 文化保釋 利用到六十九號 也請出南下來參訪 其實歷史建築你可以成為 紀念性建築 可是呢 你只要有一個紀念性的東西 你重視是沒有歷史建築的這樣一個身份 你也可以成為一個文資法裡面的紀念建築 如果政府可以協助的 我們一定全力來協助 去年老廚是一度民燃貼土的危機 民間是發起無款買房子 是沒到兩千多萬買下來 也創作民間無款買下的收入 對這個生意結果 統帝中紀念學費也尊重 並且提出未來的幾月 圖檢糖尿康故居的這些 有一些歷史痕跡的部分 就是包含他以前居住這些地方 當然他需要做一定程度的保留 那新的部分我們是希望 如何用現在的方法來進行 跟糖尿康先生這樣的精神的對話 而不是單純的 只是懷舊這樣的方式 利用就是強調 光是統帝中代表的 正義和勇敢的精神 要將他的老廚 例如紀念的建築就已經是真有存 他面對這個正義 當時文主主席說 目前就在秩序跟中央交通當中 中定現行紀念建築的定路標準 若是未來的定路標準 在到討論修正後 就有機會能將對統帝中的老廚 中心掛動新意的定署 讓他的文化祝賞的身份 紀錠政府大安報道